我們今天來到新宿 我們要介紹十個新宿好玩的地方 新宿這邊也有很多百貨公司跟不同的商場 主要說像這間歷史悠久的儀式單 Bikuro是Bikarma跟UNIQLO的集合體 24小時 Boki Hotel 睡不著覺的時候可以來這裡逛街 在身後這家店是Bink 這是日本有名的服飾跟雜貨店 不只賣服裝 還有Art Gallery跟咖啡廳 這裡是新宿育苑 是以前皇家的用力 有植物園跟董物園 然後現在是大家可以來這裡休閒娛樂的國民公園喔 這裡是JR新宿站西南口 在這裡有一個平台可以看到火車經過喔 東京都廳大樓 可以在這裡看風景 東京景色盡說眼底 這裡是新宿的父親者天國喔 每個禮拜天從中午到下午 可以開放給大家來這裡 自由自帶走 這裡是新宿遊民的 Moei De Yokocho 這裡面有很多昭和風味的小酒吧的餐廳 這裡像宅宅的橋下裡面 穿燒店很多唷 這裡是新宿中央公園 非常的寬敞 可以帶小朋友來這裡跑跑跳跳 這裡是很熱鬧的 西哥舞雞廳 在這裡有很多餐廳跟酒吧 大家可以來這裡玩到很晚喔 後面是很知名的機器人餐廳 有很大的哥吉拉 可以來這邊拍照喔 我們現在到了花園神社 這裡有很多小小的不同的神社 球都是不同的東西 生意形容跟應言成就 才能開花 新宿有很多餐廳 有各式各樣的 像這家就是歷史悠久的豬排飯店 有個歐肉機 我們今天來新宿介紹的十個景點 希望對以以後大家來新宿與玩有幫助喔 我是Chloe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 拜拜